找你我在台中休息 老师知道 现代社会的环境 确实是走下坡 一代不如一代 我们真的想学 确实找不到老师 李老师教我 司法新鲜 以古人做老师 做古大德的私俗弟子 中国这个私俗弟子 是从孟子开始 孟子好时 非常尊重爱好 孔夫子 孔夫子那个时候过世 但是孔子的著作在 孔子的学生 还有不少都在 那么孟子 以孟夫子的著作 去学习 遇到困难 有问题呢 向孔子学生 去请教 他学习 超过孔子的弟子 所以他是孔子的私俗弟子 没见过面 学得非常像 比孔子直接教的学生 陈吉 还有秀 所以在中国人 这个称孔子为智圣 引心思 称孟子为亚生 你看 跟夫子当面学习的时候 陈吉还比不上孟子 这个人真叫后来居上 跟老师没见过面 真的集成了老师 道童 今天我们讲儒家的 都说孔孟 不讲真子 这些讲孔孟 讲孟子 这是 开始教导我们 可以以古人为老师 跟着 我们就找到靠山了 在佛门里面 也有个很好的例子 欧耶大士 欧耶大士是明朝末年人 他出嫁了 心目当中最凉目的 最佩服的 廉痴大士 可是廉痴大士往生了 怎么办呢 廉痴大士的著作在 他就读廉痴大士的书 行 廉痴大士的教诲 学的很像 廉痴大士 是净土宗第八代的祖师 他是第九代祖师 学的真像 这是我们佛门 私俗 故人 所以我在台中 李老师非常谦虚 他说你在我这里这么多年 我不能教你了 我给你介绍一个老师 谁啊 映光大士 映光大士 是他的老师 你不在了 映光大士的文朝在 那个时候没有群集 李老师送我四本书 映光大士文朝 正片眼测 去片眼测 他告诉我 常常读 认真地学 做映光大士的四十五弟子 有道理啊 我们今天读到这一段文 如果不用这个办法了 我们找不到善知识 了 这个 做映光大士 道呢 你 对 告 便 现在